都能感觉到我们的鼻子也对它十分敏感 酸味物质解离出的氢离子 在口腔中撩拨我们的味蕾 这种味觉就是酸味 中餐里的酸味大多有醋带来 中国人以古物酿醋 由于原料和工艺的不同 各地的醋口味也会相差甚远 山西老陈醋醇厚浓郁 一如北方人的豪放 而江南人的灵秀 则赋予醋以另一种性格 镇江醋的最大特点在于微甜 适合调拌凉菜 蘸食小吃 镇江人吃蟹黄小笼包时 要把香醋倒入包子的汤汁内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吃出最正宗的美味 镇江人更不能想象的是 如果离开了香醋和姜丝 销肉究竟还能不能被称为一道镇江名菜 要获得如此美味的酸 必须经理平静漫长的等待 镇江香醋的原料是糯米 浸泡过的糯米经过高温蒸煮 淀粉充分粘稠 再用冷水冲淋降温 让饭力收缩 有利于微生物繁殖 拌入酒区 使淀粉糖化 发酵成酒胚 接下来是制醋的关键工序 醋酸发酵 这决定了香醋的产量和质量 历经21天的演化 产生酸味 再进入长达一个多月的纸化阶段 这个过程就是产生香味的秘密 酸味能增加菜肴的鲜香 尤其在烹制肉类时 酸味加速肉的纤维化 肉质更加细嫩 仅仅酸味本身 也能促进消化 增进食欲 除了酸 还有一种味道可以增进人类的食欲 那就是辣 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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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